军购的最新进展F-16CD型战机 台湾已经确定买不到了 因为美国政府在昨天晚上正式宣布 他们只有要卖给我们F-16AB型战机的升级套件 好 这个配合美方的讯息公布 国防部跟外交部也破天荒的 在昨天深夜召开记者会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马总统跟国民党立委都不代表肯定 但是民进党就强调了 只有升级的套件根本还不够嘛 还批评那降下去F-16AB型战机 将会是个拼贴战机了 非常抱歉这么晚的时间还惊动各位 我想再惊动不如12年前921惊动 国防部长高华柱才开口救食言 为了军购案 国防部和外交部难得同时在深夜 11点15分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宣布美国将出售F-16AB型战机升级套件给台湾 隔一天马总统更加码肯定这次军购案 高达58.5亿美元的军购案 马总统很得意 国民党立委也大力吹捧国防战机 不过民进党质疑 仅有升级套件能捍卫台海安全吗 马总统争取已久的F-16CD型战机确定没希望 这次军购案顺利完成 该以成功来形容民众自有定见 三地新闻肖俊宏 邱昂柔台北报道